草木都是為自己的利益著想 去那邊都是草木國家在支付 他當然要了 多少的人民生活是多苦 你們知道嗎 傅昆琦4月22日要帶石解民國民黨立委訪中 你怎麼看 我覺得就看他們去到底是做些什麼事情吧 目的性很明確 然後也可以讓民眾都知道說 他們去的原因是什麼 那我覺得就是讓社會來去公民這件事情 故意的 其實偏偏要這個時候 你也知道傅昆琦 你不會不懂得怎麼把自己放在媒體的焦點上 這麼大剌剌的去的話 你就是讀你的政治前途 以後的選民 那你會往哪邊站 批評沒那麼重 甚至部分民進黨都還說樂觀其成 可是就是不要做得太over 兩岸交流還是可以的 美國也要搞定啦 中國也要搞定啦 戰事上就他們兩個老大 哇 連任他們兩個的錢就OK啦 哈哈哈哈 但是會不會覺得說你像現在這樣出訪 有一些可能立法院的表決 你就沒有辦法參與到 他已經算定好了啊 國民黨跟民眾黨合在一起就贏民進黨了 他出訪會不會耽誤什麼 我不清楚 但是我覺得跟中共多接觸是一件好事 中共雖然是獨裁哦 這不可否認 但是你不能 你不能跟他 斷軟往來 你不是 把自己 弄得更 對啊 最重要就是跟中共應該要和平相處 我們不要戰爭 我們很怕戰爭 陳船木都是為自己的利益著想嘛 去那邊都是船木國家在支付啊 他當然要囉 多少的人民生活是多苦 你們知道嗎 我覺得跟中國保持一個好的良好的互動關係 其實是政府必須努力的 戰爭光那不好 怕他中的事件要表決的時候 他要離開了 他要怪誰 對於任何法案的推進 還有社會發展並沒有任何幫助 我個人立場上其實我也不喜歡中國 但是 國民黨的立場現在也只剩下 能夠跟中國搭好關係的這個立場 在台灣還有點價值 國民黨即使盡量想要跟拉攏跟中國關係 可是中國整體的文化跟政治生態 還是一直維持這個樣子 是沒有聲浪的 像他那時候任期期間去跟習近平會面 那時候聲浪還蠻大的 現在大家都很安靜 大家也覺得 因為中國還是這個樣子 他什麼事情也沒有改變他 至少我認為台灣的年輕一輩 還是會想要跟他保持一點距離 他什麼目的 是有解決問題 還是沒有解決問題 現在變成兩派 看哪一派 520看看誰占上風 國民黨他自己就 親中政黨嘛 大家都這樣看 那你現在又要在這個會議期間 一團人一起去中國參訪 除了那個簽到會有車馬費以外 其他的薪水我們國家也是要給他嘛 大家都覺得你親中 然後你這時候又要往中國跑 中間選民的票你還要不要了 他能夠這一次參訪 然後帶回來很多收穫的話 那你可以回來之後跟我們分享 看有沒有辦法說服我們這些民眾啊 習慧跟這件事情又不一樣 是因為馬英九他現在根本沒有公職身份 他就是一個推任的元首 你真的要講實權的話 這些立委其實能影響的事情 不比馬英九一個推任元首少 兩岸議題其實在最近就很影響 這幾屆都很影響我們就是台灣的政壇 然後台灣本土派議事的崛起 也讓執政黨可以打破紀錄的連任到了第三個戒期 你這個在野黨怎麼當的你一直往中國跑 那你到底可以帶給台灣什麼樣的福利 我目前是比較沒有感受到啦 不合適 對今天就以公職人員的法律 他沒有說他不能去 那他就去啊 對吧 你今天在你該做事情的時候不做 然後你用了請假的方式去其他地方 你被其他人幹嘛我覺得很正常 他可能覺得他藍白加起來現在是比較大嘛 所以他可以把他們的本性展現出來 然後我覺得下一次台灣人要更明智一點 讓他們知道說台灣不是可以這樣被欺負的 小心點講好不好 不要讓我有殺生之禍好不好